首先我们来介绍ZSKPOW救援大师MP600 就是这一台的基本功能 首先我们按下电源开关 绿灯亮起就是表示已经开机完成 然后这边有个照明开关 按一下就有个照明 再按一下就是关闭 然后本机它这边有提供两个AC输出 总功率是高达600W 风值可以1200W 那这边有提供两个12伏10A输出 总共可以提供12伏20A输出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本机有七大特色 第一点就是本机是采用组合式的 所以电池是可以更换的 只要拆解后面的螺丝 电池就可以随时做更换 第二点本机是采用上市级的 旧车除能等级的千酸电池 是使用12伏36A小时的电池 它是安全又防暴的 第三点本机全部采用金属铝壳厚度高达1.2mm 所以它的散热块防暴又防烂 第四点本机是支援UPS不断电系统功能 当家里的试电断电以后 你的家里的电脑不会因为断电 瞬间断电而电脑当机资料遗失 然后现在来说明UPS的功能 首先我们在这里插上AC电源 就是电风扇 好我们现在来模拟 我们试电停电以后 我们把它关掉 好这边的电压还是维持在110V 所以这边的电是完全由我们主机来提供的 好当我们电再来的风扇根本就没有停止转动 还是继续在运转 然后我们电来的时候 好这边马上就切换到试电剩下109V 好这是UPS的基本功能 第五点本机有提供AI智能显示功能 它会显示你目前所用的风扇的消耗功力是多少 像现在就消耗显示消耗不是4W 第六点本机还有个功能就是会显示出 你家里现在试电的电压值是多少 那你从电压值就可以判断 你家里的现在试电的电力是否足够 第七点本机有资源汽车紧急救援救车功能 只要打开这个ECU的开关 然后插上智能救车线 好这样就可以开始可以来启动你的汽车了 好这台救援大师MP600 是一台安全可靠经济实惠物超所持 多功能的救援大师 好以上介绍谢谢 谢谢